好,歡迎來到膠視辯場 pastikphoto.hk 每個牌子都推出了旗艦機 東京奧運就好像大家不斷在官方流出碟照 一旦推出了很久的Sony A1 之後就有Canon R3 現在每個都可能都拿上手了 等一下,你說一下旗艦機 我覺得R3還未是旗艦機 所以它不是叫3嗎 起碼有部R1,又高像素又快才行 這個A1 今時今日R3,我頂盡給你 你不是追到A92 你只不過追到A92 你多一點點的,你多個直到 多個眼球對焦 還有眼球對焦 講到尾都是眼球對焦 我最好印象都是眼球對焦 但是我是很欣賞眼球對焦 但是眼球對焦這些科技 你想都想到,你需要的process 是一定要很快的 為了減低它的負荷 所以降低的像素就是最直接的方法 最簡單的方法 但是原生就是說 今時今日,又高像素又快的機 Sony已經大大聲告訴我們 A1有存在 但是操作上呢,又不一樣的感受 即是機器縮小了之後 不單單是form factor 而是你真實去拍攝的時候 如果你很信賴科技的 那你用Sony當然沒什麼所謂 但是,譬如畫面出現兩個人 互換位置的時候 你對焦對誰呢 那就眼球對焦就有優勢了 即操控方面,對焦系統方面 和AI就變成一個重點了 這樣說法,其實R3 它已經打了價給你了 是啊,人家1DX Mark 3 很貴的,便宜了幾個水 沒金,便宜了五個水 沒金,便宜過A1 所以它又告訴你 它不是旗艦機來的 因為R3 但是講完一大輪了 即是剛才又講到 又要好的操控 又要好的對焦系統 又要快,又要高像素 那這部Z9 其實是應該符合這個市場的 Z9這個字 是 是不是已經是旗艦頂了 是啊 即是它沒有給自己留餘地 Z11 哈哈 再上 是呀,變相Canon 就告訴你 即是它會懂得猜這些波 發這些牌的 就是R3 就告訴你 我未盡的 但是Z9就是這裡 Canon是古惑仔 是 推回自己 是 即是永遠說無法不好 現在自己出無法 它現在R3 就會說 2400夠用的了 是 它遲些又會推快 那它有8R5 是嗎 是啊 重點 我們會說 Z9 都聞樓梯聲響這麼久 之後 在東京奧運會 又見到它的碟照 其實我真的想 問一下 它真實出來的 SPAC 究竟是會成怎樣呢 現在我們看了一些Wilmars 是 是 那你問我來說 其實我猜一部Z9 在不看內容的情況之下 我猜 它就是一部送直到的A1 是 中了 是 如果可以的話 就送到一個反螢幕 是 那就最舒服了 但是那些碟照 就看到反螢幕 和SANDIV-1的反螢幕 都是這樣 果然是同一條搶出來 是 那你就輸了 你Canon有反螢幕 是啊 除了有眼部對焦 有直到之後 還有反螢幕 那我就猜到 Canon的部R1 是應該沒有反螢幕了 哈哈哈哈 是啊 即是告訴你 真正專業的 是不會用反螢幕的 因為很棒的 即是看回東京奧運的碟照 那個攝影師 甚至乎 將Z9的反螢幕 用Galpha Tape 黏住它 不讓它反出來 我是完全不明白 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它不想在袋裡拿出來 會叫傷 是啊 專業的 即是用1DX Mark 3D的人 完全不能動 其實你可以蓋上去 他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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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蓋上去 整個反轉 他擔心 沒所謂的 其實 你不喜歡就反轉 沒自主要用膠紙貼著 那麼 Hardcore 是啊 然後 每次都需要 向擔心 設計 都會看見 很多不同的流出 亦都有很多不同的偏向 很肯定 其實就肯定是一塊 高像素的CMOS 因為 對於Nikon 官方都說明 它可以拍100K影片 以前Z72 都給我們一個 鋸 narr的 Nikon 是會向高像素和快速兩者並駕齊驅的 而這台Z9 正正是說比起 A72 再走多一步 我有個問題就是 它會不會直接拿了 A1 那塊C網絲用 還是會有些誠意做多一塊 做多一塊 多一點東西 在 Rumors 裡面 曾經有說過 這塊C網絲並不是Sony 做的 是以前的Tower Jazz 做的 叫做比Nikon 拿多一點主控權 其實我們一直見到Nikon 和Sony 的關係 其實我們都很替Nikon 不值 永遠有一些最高的技術 Sony 就不肯給Nikon Nikon 要為自己尋求出路 當然要找另外的C網生產商 所以 Rumors 都說這塊C網絲並不是Sony 做的 那這是一件好處還是壞處呢 那這個我們就在想 我真的要拿著機器試一下低光的情況 或者推一下Curve 看看Dynamic Range 如何 那這些Rumors 同時也有說得很清楚 就是說 其實都很明顯 又要高像素又要快的話 其實那個技術都一定是 Stack the CMOS 就是將有很多重 無論是Memory 你的傳輸的電路 再加上它的Micro Lens 都要貼到很近 令它又可以高像素又可以高速度 那本身這件事就在Sony A1 大家已經看到有多厲害 而Nikon 現在找第二間公司來做這個技術的時候 又可不可以去得到Sony這個層級呢 其實我們都很期待它正式出現 我反而擔心它 即是我不擔心科技去不到 我反而擔心它生產去不到 因為始終Sony 這麼大間廠 你要知道現在芯片都一片難求 即是 產能問題 如果那個廠不是好像Sony那麼兇 它又未必可以按時出單 我都很擔心它到時候 又好像ZFC一樣 又是公佈了很久 整班都在慢慢復興 講到CMOS之後 我們講到是直到機身 少許流出就是那個電池 都是直到的 是一個大電池 已經公開認證了 已經申請了 內地時都流出電池的規格 因為國家是很需要 將你所有東西都要拿牌生產 才可以入口的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非常開心 無論你是哪一類型的攝影師 你都不需要去想哪一部機 其實有時候 很多時候我們面對的問題就是 今天我去拍影片 那我就要買哪部機 我今天去拍廣告的 很大輸出的 我又買哪部機 我想Z9就可以變成 復興到所有東西 因為我今天全日了 我就不用多帶幾個電 還有Nikon一到頂級 其實他都很經常會提到 就是他的防水和防塵的能力 應該比A1好 對 很多人救病就是A1 就是當你出到一部最頂級的旗艦機 但那個form factor 大家對他的樣子就算 我當你加上直到 都是他的樣子 但是真正的防塵防水能力的話 大家會不會真的相信呢 那個shutter 不要說其他人 那個shutter 那個壽命 你都覺得是差一點的 雖然他講到官方 我記得印象他說 是確保30萬shutter count 我記得那時候 那個發佈會的時候 但是到現在就 沒有人 我不是擔心那個shutter count 是 我擔心那個shutter本身 是 就是他那個膠呢 那個彈弓 你明白嗎 嗯 就是那個骯髒問題 就是聽說Nikon 這些你不用擔心 他經歷過這麼多 這麼多十年 是啊 的改進 所以呢 這裡就多了一些消息所說 就是說 真是給你衝鋒陷盛的時候 那麼 有很多牌子的機 現在都開始說 當你脫了一支鏡出來 他的shutter 臉會下來 就保護分費 CMOS Filter 而這部機 也有說了 就是說 當你換鏡的時候 或者是關機的時候 都是有一個 類似shutter的東西 但是他沒有說到 是一個 是用shutter來保體 或是另外一塊Lift 來遮蓋 等你換鏡 或者是有些沙塵滾滾的地方 就不會影響到 你的鏡頭質素 會入塵的問題 那麼 當他是專業機 那 永遠都是說 剛才也說到對焦系統 而他對焦最暗的情況之下 都說到是負7級 都比美其他不同的牌子 現在每個牌子都負7級 所以 反而 這個位置 我覺得Canon 就有點長頭的 眼球對焦始終 另外這兩間床 就沒有了 不知道會不會 可以用呢 變相 這個對焦系統 其實是說 它本身的機身 和它研發的AI 對 那這些位置 其實你個個都可以 claim 這個功能出來 但是 做得好 不好呢 其實就真的要建設 什麼出來才知道 因為 初初沒有說 有這個人面對焦 之後 人眼對焦 之後寵物對焦 最佳寵物隻眼對焦 那你會看到 先後次序 個個都排出來 是誰畫得很快 可以做到的 另外 其實眼球對焦 為什麼需要 就是因為 整天的東西會轉 就是 有時候很dynamic 我們的世界 不是每次在studio 那裡 那 當東西前後調轉 的時候 那我們對焦那個系統 叫做tracking 有沒有進步呢 它就說自己是有一個 3D tracking的方法 但是 是什麼來的 就是 當你有不同 景深的情況之下 或者 你當一個人在不同的距離的時候 那他就會 選了主題 之後就咬住 但是 就當你剛才所說 這個的確 眼球對焦 和眼球對焦 是優先的 就是說 永遠都是你攝影師 和相機之間的溝通 其實眼球對焦 是超出了你的手上用掣的 因為 就是 當你印象裡面 看到Field Finder 你想選擇哪個畫面的時候 就算你用什麼 Track Pack 都好 其實你都要 你的機身收到你的訊息 或者是看網對焦 來到 對 但是當你 譬如說 去到一個 日間的環境 你 連鏡頭都不看得很清楚的時候 那你就真的要靠Field Finder 那Field Finder 你又可以給你用眼球 來控制你想要對焦的景物的話 然後呢 這件事真是Sony 就會變成暫時優先 那 講到去拍照要快 那 鏡頭 是啊 那現在 每個牌子都在講 用不同的機器卡 那這部機 都是走不掉 都是用CF Express CF Express 它暫時就沒有講 但是應該都是Type B的 現在普遍大家 R5都在用 或者是Z72都在用 那一張 但是它都會講到明 你可以兩張同一時間去用 那 變相 對於現在來說 它就比其他牌子更穩妥了 其實CF Express 我們經常都覺得 之前雙卡重 一張是CF Express 一張是ASD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一件好事來的 雙卡本身最大的優勢就是 同一時間 入兩張卡 那你一張快一張慢的時候 就給了一張慢 拖慢了 但是這個科技就好像 A7S3和A1 就是兩張同等的快卡 那你就可以兩邊一起寫一起錄 所以這個就叫做真專業記 對 真專業記 真相卡 就不是說一張SD 一張CF Express 這樣 這件事就變成沒有了 又要快又要穩陣 這個意思 其實在這些技術方面 Sony裡面是很不擠牙膏的那間 就是說 A7S3和A1都給了你 那現在Nikon 就真的要去到Z9才給你 那就佔了一個街梯 是 那它可以押得貴 是 那 價錢方面 最後最後就是 這個就 到現在都未公佈的 我覺得它會進取過A1 是 A1擺明就是用來剃Canon眼尾 是啊 即是 這部機實際 都有很多人買 雖然 但是我覺得它 開頭不是打算拿來買的 它正正看著你 這部旗艦機1DX Mark B的價錢 它就開高給你了 它軍演而已 是啊 但是Nikon不同 Nikon是有實際需要擴大的市場折扣 而在專業領域 尤其是運動 它是有能力跟Canon鬥 即是說上了年多的一班 即是我們 或者我們十一代 那你叫它用Sony 始終覺得那個 Menu都是很不舒服的 即是你用來 你覺得那部不是一部相機 你覺得是一部電子產品 但是如果Nikon能夠在價格上 稍稍能夠有少少競爭力 我相信這部機都很難輸 是的 即是計算計盡來講 現在好像三大品牌 拿定位拿得越來越正確 那間公司慢慢變成Nikon 以前這件事是Canon最厲害的 是的 不知道為什麼呢 是的 是不是中間產能方 或者是技術中間有一些 不是 我告訴你為什麼 因為原本Canon和Sony 即是原本Canon是花最多錢在廣告 現在那間變成Sony 我搶了它的位置 是的 那就變了它有少少亂了 而掌控最多黑科技技術的公司 又在Sony 是的 而且它不是追那個 Canon一向做追人的時候 當然是最厲害 還有它打市場 講過市場之後的策略 它是最好的 是的 它現在開始不是追 它就有少少放軟了 即是由Canon指牙膏 現在就變成Sony指牙膏 是的 其實是講那個 叫做什麼 黏性 那個顧客黏性 你想一下 拍攝運動的攝影師 或者拍攝時尚的攝影師 那個黏性真的很強 他相信了這個系統之後真的很難 你很難叫它轉Nikon 那些東西是調轉的 是的 反方向 我這麼多年都是這樣轉 你突然跟我說左轉右 不行的 甚至乎是有些Nikon user 就是想用一些 譬如說 老Y這些第三方鏡 問它手動鏡可不可以出一個 反方向旋扭的鏡頭 因為堅持這麼多年 使Nikon反方向那個 Zoom的方法 你為什麼說Nikon反呢 Nikon人是覺得Nikon是正的 你這樣說的股票是紅色還是綠色 觸動了很多人的神經 Nikon的人馬上有反應 我看到全部都是綠色的 很害怕 我們現在看紅色的 我永遠都是擺優勢的 我想對於很多Nikon的人 其實都很期待Nikon的出現 其實這個Rumors 最差一樣東西就是價格 不斷在嘗試你們的底線 那我們先說一下 你覺得多少為之舒服呢 如果你問我我覺得舒服的話 我覺得是R5的價錢才是舒服 這樣又不行 大哥 你高像素又快機的話 我覺得你踩著R3便宜便宜便宜 是專業的 其實如果你問我到今時今刻 我覺得Z7II已經是速度和像素都很平衡的一部機 是爭在高ISO未至於觸感 其實它追上這樣的話 其實已經很遠 其實高ISO是Z6II的優勢 他們自己都所說是這樣的 但當這部Z9要出來 而它這麼刻意 又想脫離Sony的魔爪 如果不讓它捏住的話 所以就要找一間公司 可以滿足所有要求 再加上機身的技術 之後其他配套 我們都希望Z9這部機 真的可以再闖回一個天地 在Nikon上 繼續吹 是啊 我就吹不了 是這麼多了 拜拜 好啦 拜拜